我时常会问自己 学习调酒最重要的点是什么 是行云流水的技法 是成熟有效的配方 又或者是精致华丽的衣着 但思来想去 发现这些都不是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地 aka扎扎辉 一个纯自学成才的bartender 这期节目里跟大家分享了 鸡尾酒世界中的六大鸡酒 利口酒以及各种辅料 虽然还远称不上全面 但是你应该对于鸡尾酒的构成 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今天轻松一点 我们不去讲那些复杂的知识点 来聊聊我个人对于调酒的一个看法 相信有很多的小伙伴 和当初的我一样 在品尝了鸡尾酒的美妙 见识到了调酒师们 帅气优雅的操作以后 或多或少的都有过 想要自己动手调酒的一个想法 但是到了这一步呢 又有很多小伙伴会觉得 调酒是不是很难 门槛会不会很高 不由自主地打起了退堂鼓 我时常会问自己 学习调酒最重要的点是什么 是行云流水的技法 是成熟有效的配方 又或者是精致华丽的衣着 但思来想去 发现这些都不是 最重要的是兴趣和态度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虽然这句话听上去很土 但是在如今的社会环境下 依旧不过时 其实仔细算来 从我真正开始接触鸡尾酒 从一个以前只专注于 精样啤酒的酒客 到从网络上去观看各种视频 请你学习 再到自己购买了一些工具 在家里实践 到目前对于鸡尾酒世界 有了一些基本的掌握 也仅仅只有两年多的时间 相比于多年之前 网络还没有那么发达的年代 那时候如果想要成为一个调酒师 要么是通过书本 或者专科的院校 要么去拜师学艺 基本上很难从网络上学到什么 现在的我们还是很幸福的 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互联网基于我们的兴趣和偏好 有针对性的给我们推送 各种符合我们胃口的内容 无论是B站 知乎还是抖音 只要是你感兴趣的 都能在这些平台上 找到你想要的东西 所以相对的 学习调酒的门槛 也前所未有的在便低 只要对于调酒有兴趣 并能耐心的利用现有的资源 不管是实体的书本 还是网络上的内容 我想都能找到 对你有所帮助的东西 当然 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的up主 他们制作视频都非常的不容易 如果可以的话 请用一键三连 这样的实际行动去支持他们 再多说一嘴 其实纵观整个行业 有非常非常多的知名的调酒师 并非专业出身 有很多的调酒师都是半路书家 仅仅因为兴趣或者是热爱投身到了这个行业 所以说调酒可能真的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复杂 兴趣是关键 同样的一道菜 专业的厨师有专业厨师的做法 家庭主妇也有家庭主妇的做法 但这丝毫不影响食客 对于菜品本身的一个判断 因为最终时刻评价的是食物本身好不好吃 而不是做这道菜的人技巧有多么的牛逼 刚开始接触调酒的时候 其实我也非常担心 我的手法是否内行 咬酒壶的姿势是否专业 但是随着深入了解这个行业 我开始明白 重要的其实并不是技巧 而是调酒的态度 或者说是心态 如同我一直热衷的精量啤酒 强调个性 强调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鸡尾酒文化本身也是一个在不断变化 充满着包容性和多样性的学科 其实就连那些我们氛围经典的配方 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们也在随着社会的变迁 人们口味喜好的变化而变化 可以这么说 鸡尾酒中只存在相对权威的配方 而不存在绝对权威的配方 所以也别再一味地听信某些人 所谓的正确姿势 正确手法 正确配方 鸡尾酒不就是用来给我们造的吗 去试验不同的可能性 只要调出来对方觉得好喝 那么其实这些有的没的 根本没有那么重要 就具体的学习方法来说 我建议小伙伴们 先从感兴趣的一款 或者几款鸡尾酒开始 通过网络或者购买相关书籍 去找到它的配方 并购买相应的材料 然后进行调酒的尝试 当然如果会外语的小伙伴们 会相应的在这个方面 更有一些优势 毕竟并不是所有的材料都被完整 正确地被翻译成了中文 关于调酒的具体方式方法 和使用的工具建议 我今后也会出相应的视频进行介绍 当然也可以参照其他up主 或者书本进行学习 不管做出的是否能喝 也不管手法是否漂亮 勇敢地迈出第一步 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地练习 期间也可以多去当地的鸡尾酒吧 和调酒师们沟通一下心得技巧 我相信好的调酒师 还是非常乐于分享他们的经验 当然在越来越熟练的过程中 也可以借鉴各路大臣的手法技巧 其实我并不排斥这些 所谓的标准规范技法 毕竟他们专门从事这个行业 自然也有自己的一套体系 在今年累月的实现中得出的结论 也是非常值得学习 我只是不赞成 新手单纯去为了追随所谓的 正确标准而去追随 毕竟我们享受的还是鸡尾酒的本身 OK 说了这么多 我希望我这样一个 从零开始自学的调酒师分享的心得 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兴趣和态度是最佳的原动力 如果对于调酒有兴趣 不妨从现在开始 从零做起 而通往成功没有捷径 只有多做 多练 多学习 希望你能早日成为大师 我是大弟 AKA渣渣辉 你的野生调酒师 我们下期再见